大家好我是Rex 今集就同大家示范这个魔术 首先那我将这副牌切一下 还有这个魔术我会叫观众帮我拿这个竹铁 帮我摄到这副牌的其中一个位置 好像是这样 观众就会帮我在这副牌那里 找到两只牌的了 好 看一下是什么来的先 是一只梅花耳和一只葵仙耳 两只黑色的耳 不只是这样 用竹铁弹一弹 这边两副牌 表面都会变成耳朵 两只红色的耳朵 就齐了四只耳朵了 这个魔术我都是设计来教班用的 特别适合小学生的 因为这个手法是一个很简单 个人都做到的手法来的 我想有些朋友第一个学的魔术 都是这个 是什么 小学生的魔术 小学生的魔术 也许说 我不能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